人家自己成立的工作室 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 人家比你独立 比你强 样样都比女儿走 面前的这个男人名叫小杨 是什么让土磊对他大发雷霆呢 原来他和女友小雪已经自由恋爱一年了 不过这段感情却遭到了婆婆的反对 婆婆不仅看不上他的舞蹈工作 甚至还怀疑他与小杨在一起叠有用心 于是婆婆为了不让他们在一起 主动给小杨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无奈之下小雪只好跟小杨提出了分手 可是小杨为了挽回这段感情 来到了节目请求帮助 那么婆婆为什么不喜欢小雪呢 我妈妈给我物色的一个老同学家的一个规律 然后她觉得各方面比较适合我 又比较会照顾人 性格又比较温柔 她就要我跟她去见面 原来妈妈之前给小杨介绍过一个女朋友 并且妈妈很喜欢那个女生 然后小杨就跟女生见过几次面 但是自从她和小雪恋爱后 就再也没联系过 可是小雪却不相信他们没有关系 也为她亲眼在小杨的家里见过那个女生 小雪之前去小杨家里的时候 一进门就看到小杨妈妈和女生在聊天 她表示如果小杨和那个女生没有关系 那女生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她家里呢 还跟她妈妈关系很好地在家聊天 并且小杨的妈妈还说小雪与小杨只是朋友 这让小雪的心里十分难受 于是转身就从小杨家里跑了出来 而且在他们这一年的感情里 小雪是最辛苦和付出最多的那一个 为了能让男友妈妈对自己满意 小雪经常买很多东西去家里看她 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对方的满不在乎 这让小雪的心里感觉十分委屈 看到妈妈对女友这样的态度 小杨的心里也左右为难 她也尝试着劝妈妈慢慢接受女友 但是小杨妈妈根本不管儿子的想法 她只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儿媳 她看到儿子那么喜欢小雪 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为难她 就是如果说我要跟她结婚的话 就必须答应她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 结婚之后我得马上生孩子 然后房子车子还是得写她的名字 就是结婚之后所有的家务活还得归我干 我自己在家我妈都舍不得让我做事呢 一到他们家就成他们家保姆了 而且我现在我的工作她必须要我换掉 而且也不能到他们家饭店去做事 小雪根本不可能答应这种无理的要求 她把这些事都隐忍了下来 然而有一次她带小杨去医院体检 本来小杨就偏胖又爱喝酒熬夜 医生就查出了她血脂高 然后小雪为了她的健康着想 就劝她注意身体少喝酒熬夜 但是小杨根本不听劝 于是小雪就找到小杨的妈妈 希望她能帮忙劝一下小杨 可这件事在小杨妈妈的眼里 却变成了小雪嫌弃自己的男友想要分手 但是阿姨你知道怎么跟我说的吗 你要嫌弃我儿子就趁早分手 就是你不喜欢他 多的人喜欢他去了 就说这样的话 我当时实在是太委屈了 我就哭着出去的 他们在一起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 一直都是小雪在努力去改变 所以一直以来她都感觉身心疲惫 但小杨经常在她面前说妈妈是喜欢她的 于是小雪就感觉或许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为了让小杨妈妈更了解她 小雪就把她带到了自己的舞蹈室 证明自己是一个努力工作上进的人 可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更大的舞剂 听到这里的小杨眉头一皱 他家在最爱的两个女人之间也很为难 但尽管是这样她也在尝试着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是现在无论小杨如何解释 小雪的心理都难以接受 因为在这段感情里她付出了很多 却始终都看不到一点希望 也看不到他们未来的路在哪里 在没有小杨妈妈出现之前 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感情一向很好 并且小雪也想过要嫁给小杨 她不明白为什么小杨妈妈会这么反对 在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 为了帮助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就把坐在观众席的小杨妈妈金阿姨 一并给请到了舞台上 一上来金阿姨就直接说她不喜欢小雪 因为我们在家里给她找了一个自己的朋友的丫头 是叫小雪的 我看着她从小长大的 是吧 我也知根知底 她和这个女的谈的时候 她是一个跳舞的 我不喜欢 金阿姨表示她特别喜欢朋友家里的女儿 因为是她从小看到大的知根知底 而小雪的工作室是绝是拉丁舞 异性之间肯定会有一些肢体接触 但是金阿姨根本接受不了 也不理解小雪的工作有什么意义 她觉得女生就应该在家带孩子 我找儿媳妇 我不会找这种儿媳妇的 我找儿媳妇要找 在家里您照顾儿子 您做的事带着小孩就可以了 而且她还怀疑小雪跟她儿子在一起 是贪图他们家的钱财 原来金阿姨家里是开饭店的 而且小杨也是在自家的饭店上的 所以小雪空余时间都会来店里帮忙 在店里忙的情况下 也会帮忙结账 但是在金阿姨看来小雪却是别有心机 提起这个事小雪就是满肚子委屈 明明她去的时候正好改上客人买单 所以她才不得不帮着收了一次钱 而且总共她也没干过几次 小雪表示她有工作室每月收入都不错 根本不贪图他们家里的钱财 小杨刚想为小雪解释 不料就遭到了金阿姨的指责 金阿姨表示儿子跟自己顶嘴 全是小雪在她身边教唆的 因为在他们没谈恋爱之前 无论金阿姨说什么 小杨都会言听计从 金阿姨觉得小雪把她的儿子抢走了 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金阿姨表示她之前提的三个条件 就算小雪现在答应了 她也不同意他们继续在一起 现在金阿姨的心里只有她朋友的孩子 无论谁做她的儿媳都不会同意 这让小雪的心里感觉十分委屈 她觉得自己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回报 这一年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任谁的妈妈都会觉得 我是真心对她儿子 对不对 给阿姨买护肤品 就经常去看望她 小雪认为自己身为女友做得过好了 可是对于小雪送的礼物 金阿姨表示这是一码归一码 她允许他们交朋友 但是绝对不允许做他们家的儿媳妇 金阿姨的这一番话 就连在场的图蕾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立马出来为小雪主持功道 但是阿姨您作为德高望重这么大年纪 家庭生活条件也还算不错 应该知书达理 但你开口闭口我不喜欢这个女人 甚至说话的时候也是拿眼睛去撇别人 我认为这很不尊重 不像是您这个年纪应该做出的礼仪 你可以很礼貌的说我不希望他们俩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不支持 但你不能在台上对她是这样的态度 经过调解金阿姨还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但小雪毕竟对小杨还有感情 她表示如果金阿姨同意他们在一起 那么她就继续跟小杨谈恋爱 听到了小雪的这个决定以后 图蕾语重心长的劝她好好想一想 你如果是我的女儿我只有一种冲动 马上把你带走 你有自己的工作室 你独立自主 长得也还算不错 为什么要在这儿受到别人的不尊重呢 金阿姨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宝 但是小雪又何尝不是父母的宝贝呢 如果她父母看到小雪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心里该有多难受啊 所以图蕾不仅不理解小雪做的决定 她还不理解金阿姨的趾高气昂 因为无论是从外貌还是能力上来看 小雪样样都比小杨优秀 就你们两人的外形条件 男生是差一点 再就个人能力 女生其实做了很多局公关的工作 其实做的比男生要多 她也比她强 情商也比她强 在论工作 人家自己成立的工作室 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 人家比你独立 比你强 图蕾老师的话句句是道 直接扎在了金阿姨的心里 根据大数据的调查来看 现在大部分婆媳关系不融洽 多半都是男生的主要责任 小杨身为一个儿子和男友 没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什么都依靠家里 所以父母的话他不能不听 但是长期以往也就没了自己的主见 如果你的儿子碰上一个表面上顺从你听你的话 背后你把你们家的钱全部烧走了 而且还挑拨你们母子之间 像个敌人一样 你才叫真的到了八辈子大美了 图蕾表示就是因为父母的强势 所以孩子养成了唯唯诺诺的习惯 遇见事情根本不敢拿主意 而父母这样做不是在帮他反而是害的 身为父母将孩子养大成人 就已经完成任务了 所以不要干涉太多孩子的感情 不然到时候使得其反孩子也会离开 而小杨也不能一直在父母的庇护下 他必须要学会长大成为一个男子汉 这样他妈妈才有可能祝福他 在听了节目组语重心长的一番话之后 小杨终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一辈子听我妈妈的话 成小大大 但这次我真的就想自己做主 我妈给他找的他想要的 但不是我想要的 我相信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他意识到了自己在感情里的错误 并表示接下来会改变自己 但是在他们的这段感情里 小雪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 即使以后他们搬出去独自生活 但是没有得到祝福的感情是不会幸福的 小雪表示看不到他们之间的未来 而且他们这样也不会幸福的 就在他们下去考虑的时间里 节目又跟金阿姨谈了谈 在听了图雷老师的一番话之后 金阿姨也仔细地思考了一下 她觉得小雪确实是一个好女孩 那么现在他们最大的障碍已经消失了 小雪还愿意回到小杨的身边吗 或许是之前被伤害的太深了 小雪并没有选择继续跟小杨在一起 看到小雪没有再次来到舞台 小杨顿时就慌了赶紧追了过去 我不录了我去了 最终在节目组的帮助下 小杨再次把小雪追了回来 金阿姨看到儿子这么喜欢小雪 最后在节目组和观众的面前 答应了先让他们相处一段时间 如果感情一直很稳定的话 再考虑结婚 对小杨来说 现在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候 因为她最爱的两个人已经和解了 看到他们现在幸福的模样和笑容 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动容 其实身为父母担心子女是应该的 但是孩子终有一天会长大的 父母不可能照顾孩子一辈子 所以该放手的时候必须要放手 这样他们才会长大 才会对自己和他人的未来负责